看到內蘭是曉高 接著中間是明利之寶 外檔是金德爾 一個馬位之後就是玉翠 然後就是生神快樂 外檔第五位 就是寶羅威威爆米一隊 是維王和龍俊的 距離方頭馬大概是八至九個馬位 轉彎的時候 曉高已經放了後面兩隻馬 已經打了出來 接著在二三位的馬 叫玉翠到內蘭上來 第二位外檔是金德爾 接著是明利之寶 騎內反應都是一般的 轉入直路的時候 曉高這裡開始騎 這裡佔大概一個多馬位 是在玉翠追著他 接著是兩個馬位 來到這裡的時候 曉高還有一個馬位 有優勢的 看到玉翠追著追著 又近一點 看來可以追著到近一點 過了一段時間只有近一點 曉高就爆了 沒有地面是玉翠 沒得說的 贏到的嚴不勉強 第三名上來就是寶羅威威 行吹空擺在前面跑 血驚,他的血驚很害怕 擺沙地擺在前面跑 不要理會你有沒有 但尾那邊擋著你 衝上來很厲害的玉翠 這隻馬完全是贏了嚴不勉強的 那隻馬 沒有,回來都散了 他沒有了…他全盡給你了 大熱去了哪裏 寶羅威威見 第三隻 這些垃圾馬 兩隻馬上次跑包尾 就是這些錦繡年華紫金山 差不多到大石鼓的時候 好新聞仍是佔先過幾馬位 歷其勁的,一直都在推騎 一個馬位之後 接著在第三位慶祝 慶祝之後賣臉 天行敬愛當 口愛口愛之後 兩個馬位就是錦繡年華 然後才看到紫金山 剛剛短頭鼻嘴 落山的時候 歷其勁過了,很新鮮 接著後面很愛 自動波已經上來 第三位慶祝推下去 反應一般的 看到疑勉強 錦繡年華 逐步追上來 已經去到第四位 紫金山也跟著他 天行健放到這裡散了 然後包尾的馬 距離很短,轉入直路時 歷其勁,這步很頑皮 在這裡突然突然突然 看到口愛和愛 當我錦繡年華一起撒上來 來到這裡 錦繡年華已經接觸了頭部 但口愛還沒斷掉 也是拼命追著他 兩馬位之後 看到紫金山 終點在那時候 錦繡年華腳步軟了 口愛還有多少在這裡 那時候錦繡年華剛剛捱得到 第二名就是口愛 第三名是紫金山 真要命這場 口愛輸得好,不用看 真是看白他贏的一場 以免他躺著他 不夠騎,好像是低頭 我告訴你很多次 我兩個人一起騎馬 我一定選賢領強 不選李格力 今天一定選李格力 不知為何這麼壞 你喜歡這隻馬 真的假的 馬尼馬斯就交了出來 尼馬斯就交了 馬斯交了一百分 這樣又不是 我現在告訴你為甚麼 我先看他的派彩 第一名一號馬 錦繡年華賭贏 派的是四十一元 然後就抑升抑升 之後還未入鏡 哎呀,剛剛見了 高東來的名門晉級 包尾一隻 遠遠包尾 應該是這樣說 是金鋒 上到來大石 古頂的時候持勇士 放得了後面的馬 整個幾馬位 遠望者第二位 到現在開始上了 進尖上來 前一堆就拍敗第五 現在從彎上來 進尖上來 第二 在這裡 一股作氣 就在這裡 硬硬出營 這位置 他很開的 各位 看甚麼叫一股作氣 一路都是逼著他走的 一路推著 撐著撐著 撐著撐著 轉入直路 師傅的名門晉級 外套的衝師 相當勁 二路已經打出 沐治勇 補回連贏位 第三名 應該是車中央 高中 是名門晉級 第一名 是第二名 沐治勇 第三名是車中央 騎士就是高中 沒得說的 他跑溫塑膠 真的高很多 他在轉彎 要給著馬 讓他知道 越來越跑得快 越跑得快 誰來跑得猶 很厲害 楊公 差不多了 那隻馬 我防御也能夠交出功夫 這場都是大熱門 過了九七五起步點 開始上升的時候 天皇巨星已經放掉了 這個大瀑布 已經帶了出來 接著第三位 見到馬數要推 靈馬上來了 然後就開心收 開心收 見到電子英雄 在第五位上升了一點 然後就有師王 師王後面的馬 就有影視之星 快嘉莉、友達 下山的時候 天皇巨星 已經比靈馬越追越近 相差 大概大半個馬位 接著在第三位 按著上來 就是電子英雄 外檔開心收 開心收 兩個馬位之後 紅眼罩 師王 師王賣面 那隻大瀑布開邊 然後影視之星 友達 好日之快嘉莉 轉入直路的時候 天皇巨星已經散了 靈馬輕輕輕 打了出頭 但電子熊 打下去反應得相當強硬 這裡已經過了 靈馬 打了出來 靈馬這部開始縮了 就縮了一下 來到這裡的時候 電子英雄 一步步大大 要帶一整兩個 馬位了 爆滑門 過了的時候 電子英雄第一 第二名令馬 第三名後上影視之星 這一站馬在直路上 現在在鬥爬 哪一隻都是爬 共通利之馬 裡面都在爬 在外面這些爬 前面那隻馬都在爬 這都是前七來的 第五班 前面全部在鬥爬 這場賽馬 你看 第二號 沒有了 開心收 你看 不是好像很厲害 那隻影視之星 爬上來 很後景 很厲害 不是人家爬 現在六隻爬 在爬 縮緊 電子熊 有名無尾的馬 真的不會太好 黃埔首長守著這位 第四位 然後多多運 然後大外檔 是折折勝利 橙衣 就是多衛 多衛後面未入鏡頭 就是成功路 轉彎的時候 躲在一堆馬 看到亞洲光榮 想超前 卡薩天嬌 卡薩天嬌 一直都是頂住他 一個馬威之後 黃埔首長 到這邊 快勝多 帶我多 折折勝利 在這裏加油 上來第四位 後面是多多運 前面是多衛 荒冰江成功路 轉入直路的時候 周光榮 擠出來了 然後上來 有多衛 黃埔首長 帶我多 折折勝利 來到最後 二百位路程 要跑的時候 多衛和折折勝利 衝刀得相當勁 一人一步 來到這裏 多衛似乎 他佔了一點 過了一場是何敬心 這次多衛贏馬 第二門折勝利 第三門要拍照 應該是黃埔首長第三 太快了 鑫哥 你看裡面的馬 一推就出來了 一拿就出來了 一拍片 六號都弄了很久 今天拍到第二 已經算很好了 好厲害 馬都很厲害 三門折就出來了 打到這隻馬 太快了 當時你折折勝利 我猜他贏不得了 他贏得了 贏得了 他輸了三 三個越領越速 越速 就等於這場快賽了 上到大石古頂的時候 君臨天很輕易的 帶了頭 賭神的第二位 已經在推 三個馬威之後 上來很急的 有金融先鋒 印度之寶 和郭雄 郭雄後面 整三個位 紫田在後面 有鋼上王 天皇星 喜勝 和寶威 轉入直到五制的時候 後面的賭神又追近一點點 接著上來 相當勁的 橙色衣服 印度之寶 摘幾步 已經過了賭神 直追君臨天下 在後面三個馬威 才看到有郭雄這些馬 來到這裏的時候 君臨天下放到這裏 差不多散散地了 印度之寶摘一摘一摘 已經過了君臨天下 帶了出來的 三個馬威之後 才見到 看不到 來到這裏的時候 印度之寶已經帶了出來 可以贏馬的了 第二名就是君臨天下 第三名就是候上了 郭雄 第四名就是天王星 這隻印度之寶真是厲害 厲害 中生的馬 狀態不是很突出 真的 他肯定不是舊時那麼厲害 但是他過了這隻質素 君臨天下 過就過 很厲害 追過幾團 很高 有班底才有班底 很厲害 好翻一點… 好翻一點就到了 就到了 君臨天下 雖然輸得比他那麼多 但是已經跑得好 拋離後面很遠 就是這樣 一道之寶一道 飛落到五倍 後面升回